經過了這個隔夜 我們隔夜設定為假設是8小時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長滿了很多雜菌細菌 你看這個細菌在跑 一些有邊毛的菌在跑 它的菌量就變得非常大 就是大概長了 以我們用這個顯微鏡的 這個範圍來目測的話 至少長了有10倍的量 像這一隻就不動的 它就是可能是大腸桿菌之類的 那像這個有邊毛會跑的 就很多種菌 都會有邊毛跑來跑去 有邊毛會跑的有沒有危險吃進去的話 其實有很多致病菌有邊毛都很危險 像幽門桿菌 沙門氏菌 這些都是很多都是有邊毛的 因為便當是屬於水含量比較低的食物 它是比較乾嘛 它這個增長的速度會相對是比較慢的 可是呢這個便當都還是會存在著 細菌在裡面慢慢的滋生的一個風險 所以無論是湯湯水水啦 像甜湯啦或者是鹹湯肉湯 或者是便當或是青菜肉類等等 這些都會慢慢的產生細菌 那當然這些細菌呢 就會產生了很多毒素在裡面 取樣一個咖哩豬 跟一個華蛋牛 總共三樣撿起送去林口長根實驗室 進行微生物檢驗 看裡頭有沒有細菌數量多寡 首先拿試紙沾取適量隔夜咖哩 第一項試劑觀察 顏色變化五分鐘後 它的整個微生物生產環境 算是還滿糟糕的 因為它顏色的變化還滿深的 試紙明顯呈現藍黑色 接著把隔夜咖哩檢體 放進放大400倍的微生物檢驗儀 結果 這個黑色的 可能是它裡頭已經所形成的 所形成的小包子 鏡頭下黑色包子清晰可見 來看對照組 有醫師準備的四組咖哩檢體 我們先把它做編號 包括室溫存放一小時 四小時隔夜以及全程放冰箱 四份咖哩分別遞上試劑 五分鐘後 放冰箱的四號是指呈現淡黃色 檢測結果及格 其他檢體都有變色 以三號隔夜咖哩變色最多 這個隔夜可能所產生的 這個黴菌呢 把它放在顯微鏡下面 來看它的一個型態 到底是不是有產生 微生物的一個變化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疑似黴菌的小黑點 用儀器做確認 這一些 這一些 全部都是黴菌的一個菌絲 菌絲的上面還有黏有 小顆的包子群 如果說是它黴菌 已經形成一個聚落的話 通常都已經是幾萬 甚至於呢 是幾百萬的一個 菌絲在裡頭 這麼多菌絲吃下肚還得了 一些體質不好的 甚至於是老人 或者是小孩的話 那麼多的一個包子 所產生的一個牙包的毒素 它可能產生食物中毒的反應 像這個平板呢 就是充滿了黴菌 對 這個是以空氣弱菌而已 就是一個平板 那我們把它放在空氣底下 放個半小時 半小時左右呢 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然後把它培養出來 你看它這個 空氣裡面的弱菌就這麼多 所以我們的 這種海島層氣候本身 空氣裡面就存在著 非常多的 黴菌啊 細菌啊 塵滿這些微生物 食物 蓋蓋子 對食物蓋蓋子 相對安全性比較高 像如果我手沒有洗手 我就去拿食物來吃的時候 我把我的手摸在這上面 經過培養的時候 我手上面長出這麼多細菌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我們手呢 有很多細菌 所以你今天要用手 去拿取食物的時候 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在低溫下 細菌的生長速度 是減慢很多 不是完全停止 但是它的生長速度可能 是原來比如說 這種夏天好了 30度C的氣溫的話 跟4度C來比的話 它的微生物的這個 生長速度 是至少降低 20分之一左右 倒霉一點的人 它就吃到的是 毒素很強的微生物 那如果有一些 比較幸運的 你吃到這種 是很弱的 一些我們空氣常見的細菌 它也不見得會傷害你 因為我們身體的胃酸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 煞菌能力很抵抗能力 是 所以是菌種也很重要 就是說 它今天落下去的是什麼菌 到底落下去是 大腸桿菌 毒素型的呢 還是沙門斯菌 還是油門桿菌 這個也是有差的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桿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 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散歩 bursting 晽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